1.军总80万买三伤害耳士 阳光城战总团队的大唐军总 以80万元的价格 买下了一个顶级三伤害耳士 初始伤害达到了53点 军总的这个1080神器扇子号 昨日已经转到了阳光城服务器 与战总他们会合 2.第一魔王M哥更新顶级法爆项链 175第一魔王 斧头山的M哥又叫陈总 买入了一条顶级的160法爆项链 在熔练后初龄达到262点 同时附加法爆几率1.08% 3.雷哥淘汰12红镜台立批 随着手中的镜台宝宝越来越多 珍宝德雷哥的12红镜台立批童子 已经失去了用武之地 近日他以59.5万元的价格将这个童子卖出 4.群雄淘汰赛后温VS无情 群雄逐鹿64进32强的比赛中 诗情画意浩文与国子剑无情侠鹿相逢 双方从硬件上相比 诗情画意略占优势 但是国子剑的地听数量稍微多点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人气第一指挥浩文和宇宙第一指挥无情 谁将笑到最后呢 5.二狗对战迅猴高手夏大虎 二狗团队在群雄64进32强的比赛中 刷到了实力强大的夏大虎团队 面对迅猴高手夏大虎 二狗表示自己早就准备好了大招 要让夏大虎好好尝一尝威力 一尝威力